他曾立下豪言要在东京奥运会上灭掉中国队 帮助日本拿到冠军 但在南丹的十六进八决赛上 他却暴冷 被斯洛文尼亚运动员达科以4比3绝杀淘汰 直接无缘冠军不说 更是连和中国队比赛的机会都没有 面对着啪啪打脸 日本网友的第一反应 不是去安慰这名想要为国争光的小将 而是在网络上嘲讽他的国籍及血统 称他输了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输球的不是一个中国人吗 又或者是这个中国人只会拖累我们的队伍 快和你的父母滚回中国吧 要知道这名小将为了能代表日本队参加奥运会 才选择脱离中国国籍 加入了日本国籍 如今为何因为一次失误而被痛骂呢 张本志和原名张志和 父母都是中国人 也曾是国内的乒乓球高手 母亲张灵辉煌时期还曾进过国家队和邓亚平成为队友 期间也拿过很多次冠军 可大家都知道国家队高手如云最不缺的就是冠军 于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 为了能鹤立鸡群 张灵夫妇选择移居日本 继继续打球 在2003年时张本志和在日本的仙台出生 许世基因的遗传 张本志和的运动天赋极高 十岁时的一场全国比赛 更是让他走到了大众面前 当时的他还只是一名五年级的小学生 但却遇到了一名高二的对手 双方年龄实力相差很大 他一开始连输了几局 让人意外的是张本志和沉着冷静 紧咬牙关追分 结果反败为胜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媒体则是争相报道 并且预言 他会是将来制衡中国队的秘密武器 之后 为了得让他加入日本国家队 在2014年时 张本志和的父亲带着他和妹妹 一起加入了日本国籍 名字也由张志和改为了张本志和 在日本队的培养下 张本志和成为市井赛最年轻的男单冠军 2020年时更是世界排名前五 可荣耀加深的同时 他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 比如在每次赢球后 都会出现特别浮夸的大喊大叫 尤其是在击败了中国运动员之后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张本志和更是将这一缺点展现得淋漓尽致 面对狂吼不少观众表示 张本志和实在太吵了 都影响我观看比赛了 为此还有人直接将电视调成了静音 除了引发中国观众的热议外 张本志和还遭到了日本球迷的嫌疾 甚至还为他起了一个外号 尖叫本 除此之外 还有网友表示 张本志和这程度的喊叫 有些失礼会让对手觉得这是一种示威 是啊 在场上过于夸张的庆祝 总是不小心就变成了挑衅 这不 江苏省队的选手孙文就被激怒了 直接以4比0的战绩 为世界排名第5的张本志和剔了秃头 要知道 当时的孙文世界排名第599 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 孙文是在故意和张本志和比喊叫 因为当张本志和被打蒙不再喊叫后 孙文也跟着不喊了 但两人小学生吵架的场景 还是给观众带来了不少的乐趣 无数网友打笑道 这难道就是口中巅峰对决 除了这则小毛病外 张本志和被部分日本网友讨厌的原因 还说 你的内心究竟爱谁 在2020年南平世界杯的赛后采访中 记者先后用英文和日文 向张本志和进行提问 然后日本翻译会转述成日文 给到张本志和 但在回答环节 张本志和下意识选择用中文进行了回答 等意识到不对时 又很刻意地改回了日本 而这番举动能让很多人不满 甚至是厌恶 如今 东京奥运会的失利 让张本志和的血统和国籍问题 再次成为了攻击的热点 简单地来说 在部分日本网友心中 张本志和赢了 是因为日本教育的好 要是输了 那就是这个中国人不行 这样一看 他多少有点可怜 因为在国内 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是判夺 而这无关更改国籍 更多的是反感 他想灭掉中国队的野心 和多次狂妄的挑衅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张本志和与国拼的故事 将在下期节目中 请持续关注吧 拜拜